记者吕一轩台北报道,中国建不得中华民国与台湾持续施压我国际生存空间,中国外交部昨天在微信称许巴布亚牛吉内亚政府勒令将中华民国驻巴布亚牛吉内亚商务代表团更名为台北驻巴布亚新吉内亚经济文化办公室更没收外交车牌。 中国外交部微信公众号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昨晚发布讯息指出,中华民国驻巴布亚牛吉内亚商务代表团近日被巴纽当局更名为台北驻巴布亚新吉内亚经济文化办公室还被没收外交领事车牌。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中国政府对巴纽政府根据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涉台问题表示高度肯定和赞赏。 外交部去年6月时公开指称中国强迫我驻外五个管处改名,尤其针对使用我国国号中华民国与台湾北外管进行打压,包括奈吉利亚、杜拜、约旦、厄瓜多与巴林。 除时压外管更名,中国近期也将矛头指向跨国企业对于将台湾、香港、澳门及西藏等列为国家的企业心声不满,利用官媒大表批评并强迫跨国企业道歉,包括万豪酒店集团、达美航空、Zera等知名企业在内。 根据我做巴纽代表处网站现任代表卫胡奇斌编制部派人员4名、本地雇员3名,主要工作为强化我与巴纽知农及医疗、商务、资讯、人才培训、区域合作、中小企业等方面实质合作,并积极寻求拓展我与巴纽的经贸交流。 2006年至2008年间,我外交部曾与巴纽政府洽谈建交,但商议后失败后更爆发侵吞公款的巴纽案,在我全球驻外无邦交外馆中,原有7个外馆使用中华民国或台湾的名称,在巴纽案之后仅慎驻斐纪商务代表团与驻约旦代表处。